这个国宝遭到了烂砍 高雄县发生了有百年牛樟树遭到了山老鼠缺钱 结果就跑去烂砍 林务局统计已经有超过六株的牛樟树遭到了毒手了 上山去巡逻 一看发现这个电锯还正在锯树卡在一半 当场人当巨货 沿着西谷往七十二林班地前进 百年牛樟树倒在一旁 另外一边恨然可见电锯还卡在树上 牛樟树已经被锯了一半 刚被我们抓住那一刹那 手还缩回来那一刹那 机器还留在树上 还在记啊 巡逻员发现山老鼠搭起帐篷 肉叶倒伐牛樟树 还有恶劣的山老鼠把牛樟树锯倒 并在上方挖了一个一个大洞 用来栽种牛樟菇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那个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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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牛樟树聚成一块一块运下山 被埋伏的巡逻员当场人樟俱获 为了阻止山老鼠继续破坏 巡逻员用石块封路 这个地方我们设置了两个路障 就是把这个路阻断掉 让这个机车汽车不能上去 那另外我们巡逝员就从这边 就步行上去里面去巡逝 通往临班地的道路被封死 可以延长登山时间三天 目前82名巡逻员要负责 20万公顷临班地 人力严重不足 维护自然生态要靠民众自爱 昨天新闻梁家文张玉昕 评论报导 你会有这种顶别吗 沉澤造商 我一定会有这种路口 有这种路口 主要是由我担心的路口